格林和杜兰车的内讳,估计是这几天,NBA让大家讨论最多的事情吧。 格林素来都不怎么受球迷的喜欢,主要是因为他的球风太过于彪悍,而且说话又不带脑子,常常是一个大嘴巴什么话,都敢往外冒。 在勇士和夸船的比赛中,格林就和自己的队友杜兰特在比赛中开骂。 格林竟然对杜兰特说出了必持这样的字眼。 这换作谁都不能接受,虽然杜兰特一直都以老好人自居,但这样的话,听见耳朵以自然也不好受。 两人直接在场上就对标了起来,听说在更衣室两人都还在持续。 这两千传出格林之所以凶杜兰特是因为自己想定心留在勇士,可是勇士方面可能更偏向于杜兰特,毕竟去年的戏绝若不是杜兰特的挺身而出。 估计总冠军就没勇士什么事了。 格林自己也知道如果离开勇士不知道哪支球队又会看上这么一个热火惊。 格林心想当初我让你杜兰特来勇士只是顺口说说而已,没想到你杜兰特还真来了。 密杜兰特没来之前,我们就拿了冠军了。 如今倒好,密杜兰特来之后,反而让我不但拿不到顶心,还有可能被勇士给踢出去。 对此格林当然不愿意,因此格林就想证明,一下自己和杜兰特谁更厉害一些。 11月16日火勇大战,杜兰特拿到20分,格林则是一分为得,只拿了5个助攻和5个篮板,但却还有5个失误。 最后球队在火箭主场大败二,虽然杜兰特得分比格林多,但是这场球格林却告诉了所有人,我格林如果发挥不好,球队就别想赢球。 所以,我是这支球队的老大,如果球队要考虑刘杜兰特将会后悔,球迷就曾表示过格林如果离开勇士,格林就不再是格林。 而杜兰特随便去马里,杜兰特依旧还是杜兰特,你们认为勇士会顶心留下格林吗?